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P.U.Living 今集我想給大家一些提示 如果大家打算過去英國 如何儘快適應新的生活 因為無論如何 可能有些硬件需要處理 例如住屋 或小朋友學校 買車等等 這些問題 也有心理上要有些心理準備 或者如何適應那一邊的文化 所以今集我想憑自己的經歷 可以分享給大家 如何儘快融入當地的生活 第一件事是關於鄰居 其實英國人都很喜歡做一些small talk 有空跟鄰居聊天 了解一下對方 你一開始搬到新的環境 你可以嘗試買一盒巧克力 寫一張卡給鄰居寫 打好一些關係 當然我們也有句說話 遠身不如近倫 所以跟鄰居 或是周邊同一條街住的人 跟他們有一個良好的關係都挺好的 有時有空如果真的有這樣的需要 要借一些鹽 課堂 還是盡量去了解他們 知道他們的情況 跟他們聊天 對於這些來說都會有一個幫助 第二個地方可以認識一些當地人 我都會建議去酒吧 大家知道英國人喝酒的文化都很重 其實你可以嘗試去你的local pub local pub有少許像我們香港 相等於一間茶餐廳 可能有一些在當地居住 各地居住的人 他們都會經常去這個地方 除了真的去喝酒 可能有時有些社交活動 即一些meet up 約人 都會在酒吧發生 所以英國的飲酒文化 不是純粹是星期五、六晚去喝酒 其實他們都是一個local pub 對於一個社會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想認識到一些 是local的當地人 去酒吧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第三個地方 這也是關於認識當地人 剛才提到可以認識隔離輪社 或者去酒吧認識朋友 第三個地方可以建議 就是去一些小店 小店跟一些店員聊一下 可以了解一下當地 你在那區有沒有甚麼可以介紹給你 例如我們不是說一些連鎖店 不是說去超級市場 例如Tesco、Azda 你可以試一下有沒有一些肉店 他們叫butchers 或者是一些賣魚的fishmongers 也可以嘗試去五金店 或者家居店 我相信很多時候 剛到埔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家居用品需要去買 去一些小店 看看他們也可以跟店員聊一下 再不是就看看你那區 甚麼時候有一些市場 市場未必是每天開的 這個你自己檢查清楚 可能跟當主聊一下 了解一下這一區有甚麼特色 都是一個挺好的方法 第四樣 你可以嘗試去融入這個local community 即是說 可能會有一些活動 你可以一起去join 例如 有時他可能星期日 會有一個叫car boot sale car boot就是車尾這樣揭起 有時一些人可能會在家裡 有一些他不要的東西 但都是新的 他可以賣出去 就會在car boot sale開檔 這裡都可以認識到一些新的local people 另外就會有一些local community 例如你小朋友的學校 可能會有一些parents meet up 這些都是可以令到你更快 去適應當地的生活 第五樣 我想說很多人可能自己本身 在香港都會有一些興趣 或者是想一起去做運動 其實現在有internet 都是一個很powerful的一個tool 都可以透過這些興趣 一些hobbies 去認識一些新的朋友 例如有個網站叫meetup.com 你可能自己打回自己的location 自己的興趣是什麼 例如我喜歡踢球 在兼橋會不會有一些一起踢球 可以meetup 其實可以透過這些網站 或者這些途徑 都可以認識到一些新的朋友 第六樣 你可以嘗試在家裡步行 看看可以去不同的地方 都是一個local的範圍 大家可以大概預行20至30分鐘左右 看看去不同的區域 可以看到不同的人 可以跟大家聊聊天 去了解這個area 你選擇去落腳 這個地方有什麼特色 可能有什麼人 或者可以認識到其他不同的香港人 都不定的 因為其實在英國 很多人都會很歡迎你去介紹自己 亦都很歡迎你去進行一些small talk 之前也有幾集說過 英國人都很喜歡 如果見到一個他剛剛相識的人 可能都會除了介紹自己 自己都會去逛談一下 可能講一下天氣 其實英國人都很歡迎你來做這件事 第七樣 放假的時候有什麼好去處 除了要打理一些家頭世務 其實如果可以 如果有車牌 或者交通方面 都可以去一下不同的地方 即你去到一個新的環境 即是放假 你未必認識到很多人 那時候都可以跟朋友 家人 駕駛去一些不同的地方 始終英國的地方比香港大很多 可能選擇都多很多 其實如果你是駕駛一個小時車程 在不同的地方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相信都會有一些新嘗試 新的發現 都會帶給你一些驚喜 第八樣 記住來到英國 你真的要適應一些新的環境 其實有些東西跟香港 可能我們都會習慣了 記住英國有些東西是不一樣的 第一樣就是他們很多時候 他們就沒有一個 即是給錢就沒有八達通 或者乘車就沒有八達通 所以我們在英國這邊 最多都是用一些 contactless payment 即是會見到 是直接由你銀行去購買 即是這張叫debit card 通常大部分的檔主 或者是店舖 他們都會收到contactless payment 首先就安全一點 第二就是不需要處理一些現金 或者是抓續 所以就會快很多 無論是連鎖店 或者是一些小店 甚至乎一些街市的檔主 一些market store holders 都會接受這些contactless payment 所以很多時候你可能見到 有些人可能買很少東西 即是磅幾 或者是少過一磅都好 都會用contactless payment 因為其實現在cash就不流行 而且人們會覺得 是更加方便用contactless payment 第九樣 第九樣就是關於手提電話 在香港我們就習慣了 無論是打出或者打入 其實都會扣我們分钟 在英國這一點就不同了 在英國就是 第一就是打入 就是不需要收錢 還有它就不會像在香港那樣 即是你談了不夠一分鐘 都會計你一分鐘 它就會計回那個秒數 是計了多少就是多少 OK 另外就是你記住 雖然打入是不收錢 但是打出呢 通常你的手提電話 的plan都會包括了 就是可能一些顧網電話 還有手提電話號碼 但是要記住 有一些電話 一般的手提電話網絡商 就是不包的 例如好像0845 0844 這些電話就不包 那它的費用就要看回 就是那個電話號碼那個人 他怎樣收費 那要記住這些 可能通常會是一些公司用的電話 例如客戶服務熱線 那其實如果要等得久 那那個費用都可能挺貴 所以你要記住 如果你看清楚這些電話的收費 就是你才好打 第十樣 那在英國有其中一件事 亦都跟香港不同 就是關於你的水電煤的供應商 那在香港呢 我們的水電煤的供應商 其實就已經是固定了 我們其實是沒有一個選擇的 那可能最多都是你住在 可能香港會用港燈 那九龍新界會用中電 那但是在英國就不同了 英國不同地區都可能會有選擇給你選擇的 那所以呢 你記住你去到英國 即是你入屋的時候 你抄下你自己的水電煤錶 還有你可以去聯絡那個供應商 第一就是報到那個錶給他聽 你什麼時候開始 第二就是如果你做了這個格價之後 你發現可能有其他供應商會更加便宜的 那你都可以轉而知道怎樣去處理了 那我今集就講了一些提示 如何去認識一些新人 以及如何去適應新的生活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個like 我們有什麼問題呢 下面留個comment 記得按下個鐘仔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